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迪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次就讲一下西方这段时间经常讲的一个国家 就是越南 越南是提升了和美国的关系 我们之前说过,这个也是 中国也是 该说什么就是说什么 你只不针对第三方是没问题的 最搞笑的,中国的官方是没什么说过 就算胡锡进也说到相当平和 但是呢,貌似这个西方呢 就是比较 翻起一波的涟漪 也正常的,因为越南 事实上呢 和美国的牙齿人都很深的 越战很多人是没助的 那原来这种的外交呢 当然啦 越南会不会全面倾向美国呢 它是会向美国 或是会向美国出兵那些呢 出兵应该就不会了 不过这样 现在越南的战略位置很特殊 有点像南韩的 但是南韩更加特殊了 其实呢,它更加特殊之处是什么呢 南韩就在中美之间 但是呢 越南更加特殊就是中美 为什么呢 因为越南其实和俄罗斯关系 也不错的 而且越南的媒体也说过 今年普京大帝 可能会访问越南也不定 那看回 这种外交叫什么呢 其实这种外交 和东南亚的外交都差不多 叫竹子外交 为什么这么说 竹子是不是很远呢 又远又硬 是的 没错 其实这东西都是聪明的 这个我看来就没什么特别 等于东南亚的国家 当然 它特殊地位 因为它是中国的邻国 它也承接了很多中国的 这个是工业产业的 这个是现实来的 但是你说是不是很快代替中国 那我相信就没得的 没有那么快 我相信 还有你要记住 你懂得进步 越南进步 中国都要进步 是吧 你经常觉得 铁板快 共产党就这样走下去 一条黑路走到底 很明显就没有了 是吧 如果一条黑路走到底 你们都会说 为什么独裁者都进化 当然我不觉得它是独裁者 但是为什么它可以继续生存着呢 可以调控的嘛 其实我很同意 很多广州网友跟我说 其实这个在外界看来 就是西方的独裁者 其实都是中国的一个选择 那么它有时问我 如果不是共产党 去哪个上呢 是吧 其实这件事就等于 你如果是推倒了 某个在 比如中东的政权 之后会更加糟糕 那么我相信我们中国人 有足够智慧去看清楚这些东西 亦都是因为我们华人 想的东西的确确跟西方人不同 就是你如果逼我们这样做的话 其实可能会有反效果的 而且会很大 当然越南是不希望捲入任何的战争当中 这个很正常的 不会好像台湾那样闹差这个马克罗 你干嘛不想捲入台海 正常都是这样的吗 你看看越南今次和美国说话 全部都经骂后作 有没有说到你呀 不用担心 我们会出兵的 我们会怎样怎样的 如果台海时我们要夹数中国 还有大家要记得 越南曾经有个教训 就是当时全面站在旁边站 去苏联那边的 后来就被苏联离弃了 但是又得罪了中国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搞竹子外交 竹子外交是什么呢 就是跟某一个强权示好 但是也都会跟另外一方的强权握手 其实在拜登访问越南之后 我觉得这个阮先生他也说过 这个越共的领导人 之后可能都会跟大陆接触的 之前他也说过 跟中国关系的发展 就是越南的优先的关系 当然甚至跟普京接触也不出奇 现在我们看到越南和美国是提升了关系 不过他之后 其实不用之后 其实拜登去越南之前 他也是跟中国的 就是到访的人士说 我们跟中国的发展关系 是我们的优先选项来的 其实已经是打了声招呼的了 你觉得 当然在南海 是南海大家都有争端的 但是有没有你们说到这么大呢 随时出兵呢 我就觉得不会的 还有 之后我相信 都会跟俄罗斯有些说一下 证明了我们没有抛弃你们的 是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 其实东南亚国家一直都是这样行的 这条是自己的路 当然了 经济学人就说这个也是自从克林顿2000年破冰之内以来最重要的一个访问 那美国需要拉拢越南去抗衡中国这个是真的 而中国在南海 也都是跟越南是有争端 但是你看到 他们越南方面 对南海都是发了声明了 但是西方的炒得很大 台湾还说我们也有份的 国际小姐走开 事实上何来都是需要和美国加强军事关系的 这些互相牵扯互相制肘 其实国际关系就是这样的 美与彼此都是需要大家的 这个是正常的 美国就希望 经济学人就这么说 他说如果美方或者有些人士 以为越南会完全加入美国阵营 这种是一种幼稚和一厢情愿的想法 这个经济学人是这么说的 他们也说纽约时报也在拜登访阅之前披露 越南是不惜违反美国制裁令 计划向长期盟友俄罗斯 是秘密购买军备 但是美国也不敢批评 也不敢批评 你看看 除了媒体 白宫是尽量将这些新闻压下来的 因为越南国方都已经是秘密了 其实可能都单了一声的 我现在静悄悄的买 大家不要出声 大家没有面子 我说就不是静悄悄的 其实我相信美国是知道的 大家不要出声 我现在先拖声 他不想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来 你记住就算他到印度也是这样的 印度买多少俄罗斯 是啊 放水嘛 印度人权都是比其他的 你们这么听人权组织讲 那为什么不听人权组织讲印度呢 是吧 但是他说我们不做印度人权教师爷 为什么呢 营造一个良好气氛 这个就是最正常的看法 不像你们这些台湾媒体 是啊 见着他就见不老张 见到他肯定指着来骂 不会啦 不会 这个不会 最多是斥责 就好像当时布林肯和杨洁篪这样也有机会 那当然了 美国不敢不敢对这宗新闻 也都显示在战略上和经济上 其实越南对于美国来说都是重要的 现在越南就维持着中美俄 复杂 但是非常微妙的平衡四国关系 那其实呢 你要知道 这个美军真的在越南截选得很厉害 很厉害的 其实越战也都教练了美国 不可以踩着脚去这么深 除了越战之外 还有朝鲜战争 就是他们所说的韩战 那后来一系列的阿富汗 为什么他到今时今刻为止 都只是攻军被给乌克兰 因为俄罗斯这个国家更加强大 真的经过这么多的教训 历史没有余果 自由教训 终于学会了教训 你看俄罗斯 你们经常说的俄罗斯这么不堪 有普京下台这几个东西 都是没有发生的 当然了 你想想 越攻 军备一定比你差得多 那也赢了你 他有地理 而且他是很狼的 大家知道他们以前是用人做这个盾 而且用很低成本的军备 你们成本很高 朝鲜也是 你知道他们在短兵双接的时候 那些美军心理是崩溃 为什么他们不害怕 他们宁愿上天堂也冲过来 但是你美国一条命多贵 当然了 我们看看 拜登就是越战结束后第五位访越的美国总统 也是克林顿 95年宣布和越南关系正常化 还有2000年踏上这块越战 以前的敌人的土地 其实美越的复交和关系升温 现在十年前就是全面伙伴关系 现在就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但是这个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这个经济学人也说不代表越南加入了美国的抗中阵营 就是和台媒倒下来说的 你就会说加入了 好吧 不要整天将这个世界上当然了 你们可不可以浪费那么多钱 用什么1450 帮唐凤做什么部门 不如看一些雜誌 读一下书 不过我相信他们有的 只不过是骗选民 还有你新闻的图片 请认真一点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播放软件 做不到这个图片 等一会跳去射困 没有一宗美国的东西竟然贴胡志明 是的 太搞笑了 其实越南是擅长周旋于强权之间 其实早已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南韩 他和印度、南韩都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南韩都是美国的小弟 照这么说美国都相当迟 迟了 没错了 第五个国家 但是此时 这个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拜登想着印太 抗衡中国 又和菲律宾加强军事关系 当然拜登就说帮他搞好些军事帮越南 但是 会不会真的 完全是一些 回报都不要呢 我就不觉得 原来拜登有率领美国企业抵达越南 说的是什么呢 戏图 其实 每个国家 都是以自己利益为依贵的 就是你说到 完全不计回报我帮你 有 但是不多 有但是不多 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就有 但是 当然 最搞笑 你知道拜登对阮先生说什么 对阮父仲先生说 哇 你看起来很年轻 喂 整头白白 喂 都对的 那是对比阿周 对比阿周的话真的比你年轻 是的 当然了 原来呢 现在世界上很多领导人 对着他都可以说这句 你真是很年轻啊 你真是很年轻啊 阮先生其实 也是 44年出生的 当然了 拜登也客气的 没有人说 哎呀 我比你年轻 没有人这么说 心境 心境 比你年轻 其实都是谈半导体和稀土合作 他是说帮越南发展半导体的 但是之前经济学人都没有看好这件事的 稀土反而有得搞一下 稀土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各项的环保法律就没有那么牢固 所以他 看懂这件事 是的 没错 因为发展中国家很多时候都这样 通过牺牲环境去换取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你在发达国家或者邮盟那些搞不了 搞不了 他们的条例太严格了 没错 16年其实 美国就已经解除了一对越南的军售 以及已经卖给越南两艘海岸巡逻舰 而过去一向依赖 向俄国购买军备的越南 即使在没有战争之前 已经因为俄罗斯的一些 军备的品质问题开始多元化 其实他也有向以色列 也有向捷克买其他军备的 但是此时此刻还是俄罗斯第一大的军备供应国 现在 其实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战争 国防工业也很吃紧 再加上美国制裁 越南 他找新的 这些 军购对象都是正常的 其实 他也有向美国盟有 南韩来购买军备的 虽然两个国家就有一些冲突 但是 不要忘记 而且越南还是承接了很多中国 对华去风险化的一些工业 不过大家不要忘记一样东西 到此时此刻 跟南韩一样 中国依然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 依然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如果突然之间 当然你说 那不是美国买很多产品吗 是 但是始终 因为近 就像加拿大那样 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是美国 因为近就是天然优势 没错 不会放弃这个天然优势 你也不会 当然不会 台湾地区会 他 迫不得已 他现在依然是对话 对这个大陆不是对话 因为台湾中国的部分 对大陆出口是很多的 越南 又是中国在 这个东盟最大的出口市场 中方 其实 说真的 大家都对于 这些领土的 坚持是正常的 大家其实都是 口头上表达不满 当然 也没有看到 越南的民众 去中国大使馆那里示威成 没有 没有 其实大家都知道 论国搞不好关系 都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是 没错 一定的 是 怎样都不能太差 是 没错 当然他们 就说中国 肯定不乐见美月关系升级 这个是你们说的 反正 中方 就算不乐见 他是这样做 你也没办法的 是吧 这些人是外交 下来 你们 不干涉的 中方是 是 他是不干涉人家内政的 这个越南 当然了 美国要越南 靠哪 在选哪 在选哪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应该想 他们完全是亲美 也不是那些 KOL 这么说 是亲美了 升级了 他升级了 也是跟中国同等关系 是吗 所以 说到这么 绝对 一般来说 就 都不是 都不是 那么 那么正确的 我觉得 越南 其实他 他有自己思考 他当然需要一些 美资去帮助 他升级 和军备 各方面 因为 俄罗斯 现在都在吃 但是他依然 是被爆出 是秘密 买俄罗斯的东西 是吗 所以 最后 最后 就是 现在 这样 现在就是这样 就是 四角鼎立 这个都是东南亚一个 很正常的 一个状态 就是大家 又有空 我和你做生意 你有和我做生意 还有 越南 也都是 有连接中国的高铁 我想问一下 是不是好像你们这样说 就是说 全面这样 是抗中 抗中的话 你应该连高铁 是断了 是吗 越南 其实 也都是 吸引 六支 就是大陆的投资 都是很多 有投资 哪个国家 不上 我就想问一下 我们看回 原来 刚刚 看回越南的数据 就是他们官方数据 越南吸引中国大陆的投资 的件数 是 七月份 就有325件 是排第一 是排第一 就是六支 在七月份 在越南投资 是排第一 那也很正常 因为它近 地理上就是一个优势 就是一个优势 当然 台队就说 哎呀 这个 去中化 越南一起做 去中化 为什么要连高铁 我想问一下 去中化 所以你们说的话 都是很难 不是经历史推敲 是经现实的推敲 都是不行 是做不到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 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 感谢观看